鄭玉玲曬與郭富城合照 終於草齊四大天王訪問 鄭玉玲都姐中環演藝圈48年 去年約滿TVB之後不續約 表示想享受自由身 但仍然會主持電台節目 因為她喜歡做訪問 今日都姐在社交網貼了與郭富城的合照 預告她今天的電台節目 有郭富城與林家棟的訪問 還曬出與黎明、劉德華和張學友的舊友合照 她就說 終於草齊四大天王訪問 網民留言 都還是爭法哥 四大天王草齊都還未請到法哥 佳恩1979年 她與周潤發演出80集長劇《網中人爆孔》 之後兩個人合作無數 法哥就曾經笑止 她的演藝生涯見都姐多過見媽媽 杜萍結婚60週年澳洲開P 胡豐承諾一定非去道賀 昔日粵語片年代當紅小新 現年87歲的杜萍 和太太在今年5月會慶祝結婚60週年 雖然她已經移民澳洲多年 但是她極重情義 不時都回香港和好友相聚 50週年金婚80大壽都回香港舉行 原本60週年鑽石婚也在香港舉行 但是因為疫情關係 早前決定在澳洲慶祝 今天資深傳媒人汪萬寧 在社交網曝光杜萍慶祝鑽石婚的邀請下 想是杜萍夫婦多年的黑白婚照 還透露很多圈中好友都會飛過去澳洲 向他們夫婦道賀 收過胡峰就表示過一定會飛去 留言提到杜萍談及60年婚姻之道 多謝太太多年來忍受她的缺點 過程中都有風波 最緊要是互相引讓 表示忍忍忍就60年 被冒失了 握收金 期待 期待 迎賑 帳